本罚做出了解释和说明 通过录像分析 足协裁委会认为 在上海深花与北京国安的比赛中 出现的两个点球判罚正确 王少磊在禁区内 有明显地踢倒马赛罗的动作 上海深花队的刘军在禁区内 也有一个明显的犯规动作 但是在本场比赛下半场第66分钟时 马赛罗左侧的一次突破 被判为越位 通过录像证明 在传球的一瞬间 马赛罗不处在越位的位置 因此这次判罚属于错判 类似的错漏判也出现在了 吉林延边队与重庆龙心队的比赛中 龙心队的江辉在禁区内 被对方防守队员连拉带勾放倒在地 但是当值的主裁判却没有判罚点球 另外在延边赛区还出现了队员罢赛 观众抛制杂物等不文明的举动 中国足协表示 将对最近出现类似问题的赛区 尽快做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 青岛宜中海牛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宜中队的主教练 国作金正式离任 由原宜中队领队王守夜 接替他的职务 今年39岁的国作金 是在7月4号 甲A第13轮比赛时走马上任的 在他执教的7场甲A比赛中 青岛宜中队仅取得了 一胜三平三负的成绩 在14支甲A球队中 以17分排在倒数第二位 濒临降级的边缘 新任主教练王守夜 从93年起一直担任 宜中队的领队工作 目前他的目标是 率领宜中队在本赛季保级成功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 昨天在大连开始进行 九强赛前的第一次集训 经过几番周折 本次集训的热身赛对手 也已确定 本次集训增补了变军 新峰 许阳 徐晖四名新队员 对后防力量进行了补充 由于联赛对队员的体能消耗过大 霍顿表示 本次集训的运动量会比以往小 以演练技战术为主 昨天中午 国奥队召开本次集训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霍顿说 国奥队大门是向所有失灵队员敞开的 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充满竞争和战斗力 本月22号 25号 国奥队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 在大连进行两场热身赛 26号结束集训 9月份将有20名队员 参加九强赛的最后一次集训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